温姐经常被问到哈 我作为英美澳的留学生 我应该怎么回国找工作呢 那这次趁着我回国出差之际哈 跟很多国内的求职大佬们聊了之后 农姐的留学生怎么可以在中国找工作的一些必备信息 那特别是说我们的时间线该怎么做 因为在国内求职的话 时间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你可能说完了一个月 他对你的整个求职的规划 整个求职的成功都是有致命的影响 特别是说在国内 我发现你时间是卡的非常紧 如果说你没有在一些时间线里面 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你很有可能是将会失去 在校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将会导致说你很能的去就业 那首先第一点哈 在国内的话 它会有一个秋招跟冲招 比如说你是2023年9月份入学为例哈 那今年9月份你将会去国外读一个硕士 那你可以求这个时间 就是你正好9月份去的时候 那一个秋招大概是9月份到11月份 其实这个跟国外的招聘是很像的 那像在英国美国也都是说 9月份会有一个大批量的一个秋招的招聘季 然后有个公司甚至说他会提前的去开放 像6月7月8月就已经开始正式求职了 除此之外的话 你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年2到4月份的一个穿照 真的是你正好在学校写论文 架头浪额的时候 那针对于留学生 因为我们的时间线可能跟国内的不是很一致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在你毕业之后 可以往后面延一个招聘季 比如说哈你是2022年9月份入学的 那你现在应该是春季了 你最晚最晚你可以再参加下一个秋季的招聘 相当于是2023年的9月份的一个秋季招聘 比如说那个你错过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失去了在校毕业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你就只有走社招了 社招的话不管说你是在国内求职 还说在国外求职哈基本上你都需要具备 一到三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如果说你是在印尼一类的话也不太行 因为这个工作经验实在是太短了 那摩尼姐姐我也准备了一份时间线哈 入学生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投地 什么时候面试 什么时候拿offer 真的是一定要尽早就开始 甚至说如果说你想去到一些顶尖的大厂的机会 像顶尖的咨询投行 那其实是在你的硕士入学前 你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的 摩尼姐姐我也准备了现在春季的一个job list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来私信我 我是一个俊阳中华的球述播主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Have a good day Bye guys